好,我们今天这个课程部分是有关 Attention Model跟Transformer Networks 那这个技术大概这些年慢慢开始热起来 那原来它这些概念呢 我们早期我们就是比较先前的大概就是在处理 像这个Sequence Data的时候 像这种序列资料、Time Series之料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是用这个RN方式处理 那实际上Attention Model跟Transformer 它们可以用在一样处理Image的东西 影像东西它一样可以处理 所以就有一个趋势在这里 就是接下来我们很可能将来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它们会完全取代掉CNN跟RN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Focus呢 实际上从RN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并没有特别去讲CNN相关的这些个 就是Attention跟Transformer的议题 那后续的话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分开来单独看 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谈着Attention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我们是从这个Sequence Data 就是这个特别是在处理这个什么文字上面 我们在处理这些个就像Machine Translation的问题的时候 特别提到这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也用这个当例子 但是我们今天不会花太多时间讲这个程式的部分 我们因为礼拜五的时间 我们NLP with PyTorch那个Webinar 我们到时候会Focus在谈特别花时间跟大家谈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怎么去解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问题 那在那里呢我们大概Focus完全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这个程式的部分 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在Focus就是把这个概念观念的东西 一个数学上的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不是很好讲 为什么呢 因为它非常复杂 它比原来CNNRN更复杂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花这个时间跟大家review一下 好那在这边的话很重要的一件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好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 我们一刚开始要提一个东西叫sequence to sequence 这个model 那大概我们在谈的时候大概都从这边开始 就是一个序列的资料我们转成另外一个序列的资料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一个image本身 当作一个序列资料来看 那如果你把一个image本身当作一个序列资料来看的时候 那我们在处理上来讲 那我们就是把它类似像我们就要拉平了 然后我们丢进去丢进去以后呢 然后我们经过运算 比如像后面即便在Transformer或者是在我们在那个什么 Tension model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那个image captioning的时候 我们会会这样去处理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能再处理一些个一维的这些signal 像什么audio的东西啦 或者一篇文章啊 或者一个翻译一个句子啊 中文翻译成英文啊 或者英文翻译成法文啊等等 那在这里面的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它用到一个概念就是encoded decoded的概念 其实我们后面所有的东西都是encoded跟decoded的概念 就是编码器跟编码器的概念在处理 那但是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先用RN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你的encoded跟decoded都是recurrent new network的model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 那这个东西在解问题的时候 其实它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遇到那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 之后我们会导入attention的概念 之后有attention再延伸出来谈这个transformer 那因为很抱歉呢 今天这个时间是不太够 我又很花时间在做这个夸空 那后面transformer我来不及做 所以我就直接用一些个人家书上的东西 或者是用这个Pytorch里面的一些 一些个人家程式里面的一些图 我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后面后续的话 能够做完整一点的时候 我再补给大家 那后面这边 我们这边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介绍一个概念 就是sequence to sequence 我们序列资料 到转换成另外一个序列资料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这个model 我们通常就是用这个encode decode的这个model 那打个比方来讲 我们现在做一个machine translation 好比说我现在中文 这边一句中文 明天晚上7点线上会议 那像这么一句简单的一句话的话 那我们很可能 我们这样翻译就是online meeting at 7 o'clock tomorrow evening 对不对 好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我如果要把它做这个句子 做这个翻译的话 OK那我要怎么去做翻译 那我们可以做这样做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是原来这里底下这个中文这句话 你可以把一个字一个字去做翻译 比如说明天然后晚上7点线上会议 你把它拆开来 我们也可以把明天两个字变成一个词 OK好那我们利用word embeddings 那你如果先前上过这个我的课 或者是你曾经学过这个自然语言处理里面 我们通常warn coding之外就是word embeddings 那我们通常在rn里面的时候 你先要做如果像这样sequence data 特别像text的sequence data的时候 我们通常先会做word embeddings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丢进去算了 这都是都是我们这些character 或者是这些个words在这里 你是不是要先把这些words转换成reactors OK那转换过程里面 那这个东西我们我们后续再讲 因为这个先前没有时间特别讲这个东西 那我们在自然语言处理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review 那我们就这样讲好 它可以直接转换成一个向量 OK可能是三度空间 可能是八度空间 可能是六四度空间 看你怎么去定义 所以有点我们就这些word to vector 那我们把它转换成vectors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运算了 好那现在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那回到上次我们提到这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model里面 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这是一个hidden state 我们说过了hidden marker的那个model里面 这是一个hidden state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x1丢进去 这是我current input进来 那我在做竞争的时候 当然这边会有weight 所以我这边实际上在算一个linear model 那在linear model算完以后 那前面这边因为我们知道recurrent的概念是什么 你前面必须要有一个previous state在这里 那通常我们在最前面 第一个前面 它前面是没有的 我们通常会给它一个什么 全部都是0的一个什么initial state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式子里面就要加这一项 好那所以通常这个里面就是什么 zero vector 一个零向量的东西在这里 好那我们算完以后呢 你会求出这个hidden 1 这个1代表encoder 这个是你待会看到上面写一个1 就代表encoder的意思 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东西 那我现在如果比如说 我学到第一个字 那我利用这个字 我算完以后得到一个hidden state 好那接下来我要去下一个字出来的时候 天这个天这个字丢进来的时候 那我转换成一个向量 我丢进去算的时候 那明跟天这两个字是不是要连接在一起 那这两个人要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把前面的这边的hidden state都一样 挥进来 所以我有两个方向进来的这个input 一个是这个previous hidden state 先前的hidden state 加上我current input 这两个去计算在这个当下的h2的这个什么hidden state 按照这方式一直走下去 如果按照这样来做的话 这是一个simple rn的架构 那如果你用更多前面更多这些information的话 我们通常就long short memory 那个用前面更多的这些previous state 已经几件东西 我们通常一个sell的东西 我们来怎么样做运算 好 那我们一直运算完 运算到最后一个 我们把这个句子算完了 那算完以后呢 我会得到最后一个这个hidden state的部分 之后我把这个hidden state丢出来 那丢出来以后呢 接下来我后面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decoder 那因为我要把这个句子 明天晚上7点的线上会议转换成 比如像online meeting at 7 o'clock tomorrow evening 那我要转换过来的时候呢 其实算我丢出来是哪一个 我只有丢最后这个过来 最后这个hidden state这个部分 我们通常叫它context factor 它有个名称叫context factor 那这个context factor 位进去位给谁呢 位给这边这个decoder的 第一个hidden state进来 所以等于是相当于是 它是相当于就是最前面这里 那位进来以后丢进来以后算 那我算出来的时候 我可能有个output出去 那我再output出去呢 OK 那通常一般来讲是一个prediction 一个prediction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training model的话 我现在当中一个training model 我要调整里面所有这个hidden state 在这些一个参数里面的话 那我在运算的过程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是我的input 实际上这里是input 那这个是实际上我们的一些token 对不对 我那个什么经过转换以后 这些input 那同样的这边出来就是我output的部分 那这些output实际上对应的就是什么 对应的就是我这里面的每一个字 OK 那我实际上会进来这个两个部分 那这个就像这个就像一个什么supervised learning 东西在这里 我就可以怎么样利用backpropagation 这些东西去train这里面所有的这个hidden state 把计算出来 好 那这个整个运算的整个的过程 那在这一头的运算过程 实际上它实际上就像一个language model一样 什么叫language model 我们一般在如果说像那个什么 我们在要产生一个一篇文章 如果说先前你上过我的课 或者说你你曾经读过那个什么 deep learning with python那本书 那个讲tensflow 那个keros 那个原创指他的书里面 那他在那个第应该是第七章吧 第七章里面 他那个第八章 第八章里面 他在也都在讲那些generated的东西 就是那种自动产生这些文字 产生这些image这些技术 像GAN像什么VAE这种东西 那里面其中第一个刚开始 他就是用LSTM Long Shorting Memory的这个model 去产生文字 那那个是因为他就介绍了一个东西 叫language model language model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没有前面这一部分 这部分都没有 OK 那我就只有后面这个部分 那后面这个部分 他在做什么东西 我反正就未进来 比如说一个sentence开始 对不对 一个句子开始 那开始以后呢 然后我利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的一个model 一个language model 好比说我拿一个 像他那本书里面就是用Nitsi Nitsi的超人论 他的哲学论文集 他把它拿来怎么样 劝他那里面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他先train好 present好一个model在那里 那在这个presentmodel里面呢 好比说打个比方来讲 我现在要学某个字 或者是把他可能一个字元一个字元产生 或者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往下算下去 那我就根据那个尼采的那个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整个论文基础 建立起来那个language model 开始去做什么预测 OK那我可以从这边看的预测下一个字 OK一直下去 好那按照他也有一个有一个几率model在那里 当然我们可以去调那里面的几率model 他的权重是 OK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个那个他出来的那个 每一次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不太一样 好那那时候我们再产生一篇文章出来 那实际上那个那个架构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架构 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 就是一个language model的一个架构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从这边学习到这整句话里面 最后得到这个hidden state 当作contact factor 然后未进来怎么样 开始让他去学习 然后怎么样 他会从第一个字开始去推下一个字 推下一个字 OK去把它算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hidden state 一样会变成下一个hidden state的input 然后把先前所学到的这个字 当作我下一个什么input 未进来 所以我还是有两个方向的input进来 然后我去什么产生下一个字 所以但是 但这个实际上 这个实际上都是prediction 但是因为我现在假定 这个我要学的 我要想要把这句话 就是把这句话 完全学习 能够转换成这么一句话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我的什么 我的那个tree data tree value 那我就这样在确定过程里面 我可以帮助我去调教所有这些参数 好那这个整个架构 基本上这个部分就叫encoded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decoded解码器的部分 那我们一般这样子的架构 我们叫sequence to sequenced model OK 或者叫encoded decoded model OK 因为这是一个序列的资料 转换成另外一个序列的资料 那这边就有几件事情出来 好 因为我还是去做这个powerpoint 那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大家看啊 这边这个字啊 像明 天 我把这个整个字一个一个字拆开来做的时候 再来做这个这个就是做这个chaining的时候 其实有点问题 怎么说呢 还比说这个明这个字好 中文里面这个明这个字 那这个明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OK 这个明这个字代表的意思可能是bright brightness 对不对 那但是这里呢 我们在这个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那个brightness是什么 这个明这个字 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是tomorrow的意思 那如果说这个字单独出现的时候 那一个问题来了 我如果要对应到这里面的时候 那我到底要对应到哪一个字 OK 如果我把这个明跟天这两个字结合成一个词的话 那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明天这两个字是直接对应到的 就是tomorrow这个字 对不对 那这个是很直观的东西 OK 那问题就在这里 其实这个我就觉得就是实际上在在谈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后面要讲一种叫attention 或者叫alignment alignment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这里面的字在这里 我到底会对应到我后面的这里面的哪一个字 OK 或者是哪一个词 OK 那现在一般的话我们在做rn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它唯一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算到最后 我得到最后的这一个 这一个hidden state 我用这个hidden state 翻译成另外一个sequence data的一个过程 OK 那现在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大家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说 OK 我只有用到它而已 好 那这样有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如果这个句子很长呢 OK 它是一个long sequence东西 它是很长的一个句子 好那你会说像好比这边 我比如说中文我这随便写的 在明天晚上7点线上会议 我们将要讨论这个未来会议形成议题 一串东西在这里 好那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翻译 那你会说简单 我就干脆我就翻译前面这一段 再来翻译这一段 再翻译上 比如说这样 在明天晚上7点线上会议 然后完以后 然后我们将要讨论 对不对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什么东西 好那什么呢 后面这边一串一串 我们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OK 但是一个问题来了 一般我们在这种处理这long sequence东西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drawback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用先前这个model 就是你还是用到最后这个hidden state 那前面一串东西在这里 你有一堆字 比如说我登记 最后就这个X 这个XS 这个部分的话 讲登记的G 或者登记这两个字好了 OK 好那完了 那我实际上圈到这里 之后 我那个什么 我计算到这里以后 我位给我后面这个model的时候 那前面所有这些字 比如它的前后关系 OK 那long short memory 它可以开得更远一点 但是再怎么远 它也不可能cover到所有的这个句子的部分了 那我们去做后面这些个翻译的时候 做machine translation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有一堆问题出来 OK 好 那像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解 OK 好 那我们通常一般 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一件事情 就是 当你的字比较短 你的sentence length 比较短 比如说20 words OK 30 words OK 还OK 这个blue score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来判定 这个什么 你在做这个model的时候 OK 它的那个类似像 它的那个什么performance OK 整个的这个翻译的这个performance的部分 那这个呢 我们到下礼拜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再提 那这边的话就讲 就大概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是在 就像我们在算一个accuracy的那个概念 OK 就是在我们做这些个翻译 做这些个就是 这些文字处理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这个blue score 好 那这个值越高越好 可是问题的本身是 当你的字越来越长 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的performance就掉下来了 那我们希望你的状况 是什么状况呢 我们希望状况是 它的performance 能够一直keep上去嘛 即便你字越多的时候 你还是能够keep在那里嘛 对不对 或者是往上走 那问题就在这里 那你怎么能够 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回来 我们先前遇到的问题 是什么 我们先前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最后算的时候 你只算到这里 你的encoder 最后的这个hidden state 你最后出来变成 context的那个vector的时候 你只有为这个出去 那问题在这里 我能不能有更多的information 关联到后面的这一部分 OK 好 打个比方来讲 我们回到前面来看 前面这个问题 好比说像前面这个问题来讲 明天晚上 那明天晚上 那实际上它关联到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tomorrow evening 这个地方 是这个明天晚上的部分 OK 好 那问题的本身是 英文里面 我们可以习惯上 我们可以这样写 可以写在后面 对不对 during the online meeting at 7 o'clock tomorrow evening 我们当然也可以把 这个片语拿到 提到最前面来 OK 但它也可以放在后面 但是中文里面的时候 我们如果翻译 这样我们再讲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 在明天晚上7点 线上会议 我们将要讨论 这个未来会议 形成一个议题 你绝对不会讲 说我们将要讨论 未来会议 形成一个议题 在明天晚上7点 线上会议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OK 但是听起来怪怪的 OK 你会习惯上 把这个放到前面去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那我们怎么去把 这个tomorrow evening 跟这个明天晚上 两个关联在一起 OK 甚至后面 我们看到一些东西 我们有时候 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前面 我们这样翻译的 这句话里面 有些东西 它可能有代名词 那那个代名词 在比如英文里面 at OK 那at会代表谁 OK 那前面的话 可能有很多 这些个什么 这个可能是 跟at有关系的 但是 在句子里面的时候 你就要去判断 那人的话 我们如果说拿起来 看那个句子 我们可能没有问题 可是你现在训练一个 一个演算法 一个model 那它怎么去判断说 OK 后面这个代名词 在前面那个句子里面 它是关联到哪一个字 OK 这里面就可能case by case 我们后面看例子来说 好所以像这样这些东西 那你就是说 从某个角度来看 你怎么去align 你怎么去把这个 tomorrow evening 跟这个明天晚上 align在一起 OK 那同样的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比如future schedule 就是未来会议 形成跟这个议题 什么issue 这些东西能够align在一起 就他们的观点度最高的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 就是我们所谓的attention 那你换一个方式讲 就只要focus也可以 OK 然后那我们今天实际上 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好那这边呢 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个东西 attention model 那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information太少 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information 帮我们去看 比如这个 两个sequence之间的关联 OK 好那接下来 这边有一个连结 这个大家可以点一下 过去看一下 那这个话 我们待会再过去看 这个 这边待会下 接下来会看到 就在这里 好那 这篇连结里面 因为我待会 底下这个面讲解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它的东西 所以我们 我先讲解完 我们再回来 再连结过去看一下 好 那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如果我们现在用attention的概念去看的时候 那回到先前我们encoded 我们还是用rn的model来看的话 那这是我们的rn model 对不对 我们可能一个句子 已经转换成这个vactor了 好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那如果我 现在要计算一个东西 叫做attention 那这个attention是概念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先前说过一个东西叫context vector 那先前的context vector 是只有用的后面这个trim 直接丢上来 然后直接怎么样 丢给 丢进去算 对不对 算出第一个 我要这个 这个 这个产生的第一个字出来 但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问题这个第一个字 就是 它到底是跟底下这个x1x2xs的哪一个字是有相关性的 我不晓得 所以我最好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是不是干脆去找一下 看它跟谁比较有关系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能找得出来的话 那我在翻译上 我是不是pick的 那个那个什么 right word 或者correct word 我是不是选择到一个正确的字 OK 或者是这样 一个比较 那个什么 most likely 这个word 我可以选到一个 这个最有可能的字出来 OK 所以我在翻译上来讲 我是不是 比较能够接近 我正确的一个 一个翻译的那个结果出来 OK 所以关键本身就在这里 好 那问题就在这里了 因为 中文英文或者是英文法文 或者是任何不同的语言里面 它那个字所放的位置 会不一样 甚至于说你 你现在好了 就是那即便是那个冠词好了 法文里面那些冠词 还有阴性阳性的问题 那你还要去去考虑到这些个 这些问题 对不对 好那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怎么在这里面去找出来 那是不是要经过 你有很多的句子来做chain OK 好 所以我们通常一般的话 你是大量的收集到这些个相对的句子 我们来做chain 去来调教这里面所有的参数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架构里面 使用到一个概念叫tension 它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原来这个context vector 我不用后面这个 那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去找 这个y1 好比说 我随便举个来讲 这y1 这个字是tomorrow OK 好 就是tomorrow tomorrow这个字 那这个tomorrow跟先前我这一组字里面 哪一个哪些字 它相互之间的 那个什么 关联 我能把它找出来 OK 或者跟哪一个字的关联是最高的 OK 好 那一个关键就在这里了 那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这个attention的概念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就把这边的所有的hidden state 全部丢进来 然后我们乘上这个东西 我们叫attention weight 就是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 OK 这个alpha alpha ij OK 因为现在 我现在是y1 OK 底下是y1 好那你在y1的时候呢 那底下这边有1,2到 s 好那也就是说我这个1 是不是要对应这个 1 那这边1对应到2 这边1对应到s 所以我这边有多少个位置 我这边多少位置 就决定取决于我这边有多少个hidden state 一下encoder有几个hidden state 那这边我们做什么东西 我做一个linear model 做summission 所以等于是h1e乘上什么 这个alpha11 然后这边一样 alpha12乘上h2e 说出来就是这个式子 好那因为这边我 我这边底下这个下标 我只用s 那原来这边的话 这是刚刚那篇文章 没用tx 好那我今天就写s 就等于tx 方便大家看 好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那我算出来这个 得到一个c sub i 这个c是什么东西 这个c实际上就是我这个时候算出来的contact vector 我利用这个contact vector 再乘上一组权重值 我去算出这里面的hidden state OK那我们先前说过了 这个地方因为前面它没有hidden state 通常这个地方我们会补一个给它 那补一个给它通常这边是zero vector OK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 就代表说这边还是有个方向的input进来 好那这个算出来的时候 我们得到一个output vector出去了 OK好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这里面有几样东西基本上是很清楚的 第一个你从这个地方算 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实际上 是我们一般在算这个linear model 的case在这样的rn的部分 这个不会有问题 底下这些部分也都不会有问题 OK好那有问题方向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你这一组attention weights 你要怎么得到 OK 那我们回过头来这样讲 那这个attention weights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先去说过 attention weights的概念是要把上面这个y1 关联到底下这个x1,x2的xs OK好我们要把他跟他底下的这里面全部 看到底跟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attention value 就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什么相关性 他们有多高 也说那个 amount of attention OK 或是这样 我蛮习惯讲的correlation 但这样不是correlation 就是他们之间的什么 关联度 或是alignment有多高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好那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alpha实际上就是跟这个 还有底下这一组东西的关系 那待会我们会说 这个底下这一组东西是什么 OK 好 实际上这一组东西就是key 我们的key 那这个y呢在这里实际上就是一个query 我们要去找 就像我们在查那个 那个什么 在那个database里面一样 对不对 我们要去query 某一笔资料 那你是不是要到那个 那个database里面去 去找那笔资料找出来 OK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不是只是找那个 那个 那个资料而已 我要看这笔资料 我们要query的这笔资料 跟他在这个database里面 所有资料里面 他们之间的那些关联 找出来 然后他会计算出一个values出来 好 那 所以后面有 你会看到一个 attention的一个 那个model里面 我们在求attention weights的时候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写法 OK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写吧 好 那现在一个状况就在这里了 那我算出来又怎么样 算出来又接下来下一步 我会继续再算 因为你现在基本上 还有后面的部分要产生了 所以我会算出下一个contact vector 这个下一个contact vector呢 会让我决定下一个output 所以那下一个output 会从哪里来呢 是上一个previous的hidden state 就是在decoder里面的previous hidden state 跟我前一个previous的output 怎么样 把这两个丢进来当作input 然后呢 把这个c2 我现在算出来这个contact vector 那这个contact vector 是在算什么东西 是算这个 这边这个y2 这个新的query 跟底下这一组key key keyword 之间的attention OK 那这个算出来的东西 我们在乘上分别各自乘上h1h2hs的部分 说算的还是这个 只是这一回的c底下 这个i的部分是2 2 所以我算出来是c2的部分 OK 那你算出来是c2的部分 那一样 这边有一个权重值 我进去 我从这边就可以算出h2d 所以h2d 在decoder这个h2 这个hidden state 第二个hidden state里面 我是用三个term 三个term 来帮我做计算 一个是previous hidden state 一个是previous output OK 还再加上current convex vector 我用这三个来帮我去 那个什么estimate 这个词出来 之后 这边又有一个权重值 再计算出去 得到这个y2 好 按照这个方式 我可以一个一个字 一个一个把后面的整 整串这个序列的资料怎么样 全部产生出来 按照这样的方式 这方式产生出来以后呢 这个就是整个的结果 到最后end of the sentence 对不对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还是回来一个问题 这边会有一组 又一组的attention 在这个什么位置 那所以上这边是一个attention matrix 在这里 对不对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 那是attention怎么去 所有东西 这个部分都很清楚 这边也很清楚 就是它不知道怎么求 OK 好 那这边我们说过了 它的定义 实际上是跟谁有关 是跟这个 这边 这个x跟y有关 但是我们不会用到x跟y 我们会用哪里 我们会用到这个encoder里面的hidden state 来计算这些attention weights 或是attention matrix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的alpha ij alpha ij呢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会等于exponential eij除上sigma 把所有各自的这些东西的加总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soft max OK 这就是soft max 那你说穿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现在在算 这个c1 对于这个c1 或是y1来讲 这一组 这个attention weights 如果你把它们加总起来 OK 就alpha ij 加上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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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 eij怎么求 OK 好 那这个eij呢 实际上 我们有两个东西来求 一个就是h sub i-1 这个d 讲的是decoder 这个是hj 的e 这是encoder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eij的计算方式 跟两个东西有关系 一个 是我现在底下encoder 好比说我这样 当下比如说我算到x2 好了 那这边在x2的时候 这个i解1的部分 OK 就是刚好他previous的一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 我说算的是什么东西 我就用的是 上面这个hidden state 跟底下的hidden state 这两组东西来做 用算 算这个eij的部分 好 那这个eij算完以后呢 我再丢过来 算这个alpha ij OK 好 那这个 牵扯到一个东西 我们就叫做 这个soft soft dictionary的lookup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概念是什么 它的概念就是 实际上就是这个equation 我们再计算这个attention 因为 因为后面我们 我们在做transformer的时候 它会用到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query key跟value的概念 那这个query key跟value概念是什么呢 说穿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是整个架构 OK 好 那因为这个架构里面 它是怎么做运算的 我把刚刚那个式子 我把它放在这里 它基本上的概念是这个 假定 我现在有个query OK 我好比说 讲明天 这个词 OK 那就tomorrow 对不对 好了 可是呢 你这样 或者讲tomorrow 我要去对应到中文 那就是明天 那我不管是哪个对应到哪一个 我们这样 中文对应到英文 我们比较容易看 好比说 明天这个词在这里 那这是我的query 那原来的英文句子里面呢 有一堆东西在里面 那我到底是对应到哪一个字去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怎么样 我们可以做个运算 这边做运算呢 我们是怎么运算呢 这边计算一个score 这个score就是q跟ki 就是一个一个去算 OK 好比说明天对应到这里面 第一个字是什么 during 那第二个字是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meeting 或什么字 大家可以从来讲 它一个一个去算 那算完以后呢 得到的结果 OK 就是这边得到的结果 s1 s2 s3 s2 OK 那这个得到的结果 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结果 计算的时候实际上就在计算这个term 你就在计算这个term 那这个term 你计算完以后 得到的后面这个就是你的contact factor OK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你用这个contact 又可以去计算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又可以去计算你那个 那个output的里面 就是decoder里面那个 那个什么 你的那个hidden state 这个query 那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这个整个的计算过程里面 如果你从machine 刚刚我们讲的machine translation 里面来看的时候 query是哪一个部分 key又是哪一个部分 value是哪一个部分 其实那个query的部分 是你那个hsubid d是什么 是decoded OK 这个query实际上 如果我们退回来看 实际上就是上面这里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些部分 实际上对应到 是不是就对应到上面的 output and react to的部分 我不管你这是哪个 什么句子 OK 英文的或者是法文 OK 或者任何一种语言 那这个部分 实际上是对应到 这个decoder里面 这个kidden state 因为这个kidden state 下一步 我这句 已经算出来是output的部分 OK 好 那再来 那你的keys是谁 你keys实际上 就是底下的这个hidden state 的部分 那这个hidden state 跟谁有关 是不是跟你的input有关 OK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 计算attention的时候 这个过程里面 实际上还是看的是什么 是不是你输入进来 这个sequence data 跟你output出去 这个sequence data里面 哪一些字跟字之间有 这个 他们计算他们attention 就是计算他们的观念 那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这个value是什么东西 这个value实际上 还是 最后我们算出来 还是那个encoder 的部分 OK 还是encoder 为什么你最后算完的时候 你回来这个地方 你带进来 你去算出来的时候 你要去看 就是等于是这边 你 你算出来是 这个是你的encoder 那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跟谁有关 是你的decoder有关系 那我们由这两个的 关联度算完以后呢 你去算什么东西 你算这个attention the values 出来的时候 你是乘上什么 乘上你原始进来的 那个部分 OK 所以在machine translation里面 这values部分 也还是什么东西 也还是你的encoder 你的hidden state OK 就计算那个attention value 好 那这个实际上 架构出一个东西来 我们就叫soft dictionary 什么意思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运算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 不管你是从 你这个句子 你这个句子 是从英文翻译到法文 中文翻译到英文 OK 那你要看的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所有这些一个 字词之间 互相之间的 attention之间的关系 OK 那我在这计算过程的时候 那我既然已经要翻译过去 得到比如说一个字 好比明天翻译成tomorrow 或者是之间的 attention value 值是最高的话 OK 相关性最高的话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得到的 那个值是位置最大的 那如果说 比如说 这个最后 tomorrow 好比说 跟我们前面的会议 这两个字实际上 它的关键值 是很低的 那我们算出来 attention的value值 那它的weight 实际上 也相对来讲 就变得很小 OK 好 那我们在计算的过程里 就在计算 跟这些东西 好 那一个关键就在这里 那这个 这个会 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 如果我们有 就这样 你有一 那个像 一对一对的这个句子 OK 一组一组的句子在这里 那我们实际上 会给你这个model里面 去做 运算的时候 我们就在调教 所有这里面的参数 这些参数 包括这些attention weight 包括这个什么 这边的hidden的部分 OK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 在做back population的时候 要调教的东西 那最妙的地方在哪里 最妙的地方 就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实际上 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我们只用到两个东西 一个 就是你的 那个什么encoder 里面的那个hidden state 那这个地方 你用到的什么东西 是你的decoder里面的 那个什么hidden state OK 那你用这两组东西 去算什么东西 去算 这些attention weight OK 那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小型的neural network OK 那我们一般在做运算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这个运算过程里面 那你用一个小型neural network 那你为什么用小型neural network 去算这个东西 因为很简单 你不知道这个function 它们二者之间的 二者之间的 那个function 那个数学函数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用 我们一样还是用neural network 的概念去算 OK 去做调教 所以你先前看到的 所有这些式子 实际上 实际上 它架构是什么东西 这边它所架构的东西 就是一个neural network 就是 softmax 对不对 好 那一个问题就要来了 那这个概念 我们怎么用到transformer上面 那这边呢 有一个超连结 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 那个前面这个部分 这个是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这个作者 这是大概2015年左右的paper 那这第三位这个作者 就是前年的那个土领奖得主 三个土领奖得主 其中的一位 这个Gangelo 这个也是那个教授 那他在这个领域里面 他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在解这个问题 就是attention model 这个概念呢 他这个 当初是pioneer 所以呢 特别在前年的时候 他拿到这个土领奖的原因 就在这里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篇paper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架构 实际上就在这里 前面在讲RN 前面这部分都在讲RN 这个encoder decoder的架构 你可以review一下 后面这边呢 后面这边呢 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架构 那它实际上它底下 在做运算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只有单独用一个RN 它实际上是用一个bidirectional的一个RN 在这边做运算 但是它的双向 那双向的结果呢 那没关系 无所谓啊 一个是从这边算过来 一个从这边 那算过去又再回来 那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我同一组data算两次 那这相对来讲 相对来讲 你data等于多了一组 但在运算上来讲 你的accuracy会再提升 那因为我们从 序列资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机器根本 无所谓你是哪一个方向 对不对 我们从左到右 从右到左 我们人当看一篇文章的时候 习惯从左到右看 但是实际上对机器来讲 他要找的是pattern 这里面所有这些 一个次跟次时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那无所谓你是从左边过来 从右边过去 那实际上这样子的话 这些个它可以算两次 所以它的准确度可以提升 那也就是说这边算出来 这个结果 那我们得到一个h h1,h2,h3 那这个它去得到一个 就是一个合并以后的 hidden state的结果 那根据这个呢 你可以把这里面乘上 这些个attention weights attention weights attention weights 定义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就是刚刚那几个式子 大家可以看到那几个式子 好 那我们在计算的过程里面 所有这些算完以后 这边就是那个contact vector 我直接丢上去 那这个丢上去以后的运算 那这边呢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边有个si等于这个 这个si是什么东西 我放大一点 这边这个si实际上就是 这个上面的hidden state 就是decoded hidden state 那在decoded hidden state里面 它跟三个东西有关 第一个 我要计算这个st的hidden state so 那它跟st-1有关 ok 就是前一个时间的有关 那同时它跟前一个时间的这个y 它的output有关 再来 它跟现在当下算进来 这边这个ci有关 这就是我们该画的那个图 那这个整个架构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呢 实际上来自于这个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来自于这个我们叫条件几率的东西 那条件几率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得到现在当下的这个output yi yi 那我是根据什么东西算出来的 我是根据前面的这个y1 一直到yi-1算出来的 还有加上什么 我的x x是什么 是底下的整个的sequence ok input sequence 也就是说穿的就是这个底下的 所有hidden state的部分 我去做计算出来 ok 那基本上来讲 就是我given这些东西 然后我得到去计算 这个yi的这个什么probability 但是实际上的话 我们就没有算到这么复杂 我们在用算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我们只用到yi-1 因为在这个 我目前的case里面 它还是用rn的架构 ok 它没有用到rn 造型 没有在其他 unc公射 我们纯粹用了rn价格来说 但是实际上从整个的 那个什么我们的这个 条件几率来讲的话 suppose前面的部分 都应该要进来才对 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只用到前面一个 好,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就是 当初2015年的时候 这个Benjer他们这个 那个教授他们的Round的结果 那后面这边就秀出来一个状况 最后Round跑出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相信秀给大家看 随着你的这个什么,你的Words 你那个什么资料长度越来越长的时候 一般的普通的model里面的话 它的performance会降下来 那你如果说用这些 encode, decode这个什么 attention的概念进来的时候呢 它整个performance会上去 那这个是这篇文章是 等于算是造型里面 这个attention的概念出来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现在回来 好,那 这个是先前讲到的部分 我们就是利用它的东西来 来做一个介绍 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Transformer Network部分 那这个呢是一本书 那这本书因为 因为我先前也是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我们那个BigData spot.com 我曾经有po过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那它应该可以下载 OK 我知道你连续台这不在 I want to charge you 它这里有个download, if you're using this purpose, be sure to sign it 这个时间是2022年,2月份,我们今年是2021年,所以这个应该算是比较新的PDF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用的是先前我们下载的部分 我看一下有没有差别,因为这个没有注意到,它才到2022年 刚才发觉 好,OK,我们打开一下看一下 OK 先前的时候,这是先前我们下载的书 看这个时间点 看这个时间点 先check一下 这是先前下载的 2021 这本书是 刚刚我们下载的 哦,2022 所以这个 你们刚刚如果去下载 现在去下载的话,这应该是最新的版本 OK 这应该是最新版本,我刚刚秀这个是 今年年初的时候 Post Drive 所以 这应该是 2022年 它 它最新的版本 东西 好,那我们看哪里呢 因为我后面这个PowerPoint没做 所以 所以我就直接用它的 你们马上到这个 这个 Deep Neural Network 这个 Post 3 这个部分 OK 那Post 3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这个 Neural Network For Sequences 这个 OK 好,那这边有个 Attention 麻烦你打开这个 Attention 哦,这个是新的 完全新的 我没有看过这个 OK,这完全是新的东西 Wow 好 好,我大概 先用这个 跟大家稍微简单的review一下 然后之后我们来看Transformer 大致上也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 最主要它要讲这个Keys 跟这个Query OK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计算过程里面 这个Keys 实际上就是你 你现在的这个什么 Input 这些个 这些个 这些部分 Input 这些个 这些个 Vector 或者说这些 这些Word 或者Signal 因为你 实际上我们 我们也可以来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来做股票分析 OK 因为它是Sequence Data 所以Time Series的东西基本上来讲都可以用 好,其实Image的东西也可以用 你把它拉平 那我们这边基本上在做这个运算的时候 这是你进来的Keys 好,那后面这边呢 我们有 这些一个 我们要计算的Attention 这些Scoring的 Function部分 那这个AttentionScoring Function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 我写的那个 Attention 那个 这个 就是这个Score的部分 它要计算这个东西 那这些东西跟什么都有关的 就是跟我们的Attention Weights有关系 好,那我们回来 这个地方 OK 好,那这个计算的过程里面呢 实际上你在计算就是这个 K跟Q的部分 OK 好,那实际上就那个Score 那里面实际上就是 你给个Query 然后我要计算跟这些Key之间的 那个什么 它那个ScoreValue AttentionScore 那这个AttentionScore算完以后的结果 我把那个结果就是 那个实际上就是EIJ 我们刚刚讲EIJ的部分 EIJ部分我们做SoftMax 我们才会去算出什么 每一个的那个Alpha 那个就是我们的AttentionWeights 根据这个AttentionWeights 我们再怎么样 去算那个Convex的部分 然后去算Output部分 那这边有个Values部分 实际上这Values实际上对应的是谁 对应就是Keys OK 好,那我们这个实际上乘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算这个后面的部分 OK 好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它整个设置的概念 好,那 看一下 哇,加了不少东西 这是它新加了不少东西 OK,这个是它画的图吧 我们用这个图 也是 也是基本的概念 我们现在画的图 实际上这就是前面那个什么 我们encoder的部分 这个是Decoder的部分 它把它拉下来的一点 OK 那我们本来是叠上去 那这个这样算一个东西就是ContactVector 那这边你算出这AttentionWeights以后 你是不是要乘上什么东西 乘上这些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 这边的 这边各自的这些encoder的指出来以后 你才能够怎么样 你才能够去算出那个ContactVector OK 然后之后算后面的东西 然后继续算后面的 那个这个就是接触后面的部分 那这个呢 就是看这些个字 比如说I am a student 跟后面这些个 你翻译出来 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是 哪一国的语言 OK French OK 好,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看它们二者之间的那个什么 去计算那个HeatMap 那这个HeatMap 实际上就是那个AttentionWeights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月亮的部分代表什么 代表这样 这些字连字之间的什么 他的那个什么 那个观念度越高嘛 Tention又那个Value值越高嘛 好,那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在show这些的结果 那这个式子又不一样 好,那后面这边的话 就是实际上 OK,就是他在做那个 这我不知道在做什么 OK 因为从来没看过 好,这样好了 我用旧的那个 因为这个实在有点 要在review 我花了很多时间 OK,我用旧的这个东西跟大家讲 好的 OK,这是旧的那个那份东西 因为它里面 里面东西 比较清楚一点 OK,它的概念实际上就在 介绍我们刚刚 Attention里面的 Q,K,V OK 那这个A就是我们那个什么 Attention的Matrix 那这个Attention Matrix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就刚刚我们看那个 就像那个Score 那个部分 OK,那个Summation Score的部分 然后算完这以后呢 我们再去跟那个V Value去做运算 好,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来了 就刚刚那个Score 那个 我们在做那个运算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实际上 它是一个neural network 小型的neural network 那我们实际上在调这个A 实际上在调什么东西呢 说穿着我们就在调里面那个权重 OK 那因为你是一个neural network 我们就可以让它做back progression 它自动会去调你的那个参数 所以对我们而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它里面有个W OK 那如果你把那个W OK 改成这个 根号D 但是根号D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叫做这个Scalar Scalar的一个Dog product 这个D就代表 你现在用的那个什么 那些个 Sequence data里面 它那个维度 你用到多少的维度 那你用那个维度来怎么样 Scalar它里面的那个什么 里面的这些个 它们做点击的部分 因为这两个在做点击嘛 好了 我们这边呢 相当于那个W中间的那个weight的部分 你就直接用什么东西取代 用它来取代 那相当我们 我们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这个在做什么东西 这是相当于说我们在一个space里面 我们把它转换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我们在做另外一个空间 我们比如说做一个kernel 一个kernel function OK 做一个kernel的一个transformation 那我们转到另外一个空间以后呢 我们在那个空间里面 看它二者之间的关系 或者做运算 那过去我们一般在sport vector machine里面 在很多这些个 其他的这些network里面 我们常在做这些运算 OK 好 那在这里呢 你也可以简单的就做 一个简单的一个线性的东西 去做这个rescale的方式来处理 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刚刚讲到new network 这边的话 这边用一个daries 接触运算 那这个的话应该在 前面有这个式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一般在这个做这个转换的时候 我们通常有两个部分 A在哪里 怎么样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这个w,其实你刚刚看到那个式子里面,他把w直接去改成除上根号的第一分之一 那实际上这个w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般在neuronarrow里面权重值的部分 b的部分实际上是谁,b的部分就是encoded hidden state a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什么decoded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就是一个简单的neuronarrow的运算 那后面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篇paper 先前看到那个,他们看到那个banjo教授那篇paper里面 因为我们在算的时候,你有两个方向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两个w的值在里面出来 那这个是它的那个架构 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算法 给出这个什么,那个函数,就是算这个score的部分 那这就跟大家讲一下说实际上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那个neuronarrow的架构 那这是两篇不同的配本里面说出来的部分 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弄出这个QKV这个三个东西出来 因为我们在后面做transformer的时候 我们在定义上来讲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encoder,一个decoder 那这个encoder的部分 跟我们先前讲的encoder又不太一样 在那个encoder的范围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我们计算一个东西叫self-attention 那这个self-attention在做运算 那跟原来我们的attention的概念有什么不一样呢? 后面待会有一个例子,好好讲 那这里面所有的架构呢 就要去计算什么东西 计算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个 你给它一个query 比如说我要看这个字 跟原来的这些个句子里面的其他的字之间 他们的attention的关系 那我要去怎么去计算这些attention的这些字出来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你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在这里 那这个机制呢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架构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干脆怎么样 它就用一个QKV的概念 就是query跟key value的概念带进来 所以在后面在运算的时候呢 这attention model说穿的就是用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soft dictionary 的一个概念来取代掉 那所以后面这里 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那我们直接过去 那我今天就介绍了transformant的概念 我们这边讲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回来 transformant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 transformant的概念就是说 OK 打个比方来讲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架构好了 这是chessformant的概念 左手边这个 这是chessformant的概念 OK 我看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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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YouTube 不是YouTube 在那个Pytorch上面 后面 我后面有一个连结 你直接到Pytorch 这个tutorial 这边有一个language modeling with transformer and torch text 这里 其实讲的就是这张图 好 那因为这张图比较大一点 我直接用这个秀给大家看 这张图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整个架构的概念 我先简单讲一下 然后我们休息十分钟 待会我们再回来 我们再讲细部的部分 它到底在怎么运作 OK 它的概念实际上 这个部分 左手边这个是一个encoder 右手边这是一个decoder OK 那这个架构 就跟我们刚才attention 那个整个架构 又不一样了 但是这里面 用到了attention的概念 实际上 它用到一个东西叫self-attention OK 我们待会解释什么东西self-attention 那这里面这个self-attention 实际上用到 它延伸出来 就有一个东西叫做multi-head-attention 这multi-head-attention里面 就用到刚刚那个QKV的架构 那个attention model 来帮助我们去做运算 OK 好 那这里面有几个重点在这里 第一个 这是encoder的部分 那这个encoder的部分呢 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跟后面的decoder 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 OK decoder在哪里出现 它的后面这个部分 它在这里 有一个叫mask-multi-head-attention 那我们前面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是自己 跟自己在做运算 什么意思 待会我们会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一个句子里面 OK 比如我后面有个代名词 那我这个代名词 跟前面一些名词 到底它指的是哪一个 OK 那这会跟关联到什么东西 关联到我在翻译那个句子的时候 你最后 会跟我最后 要算翻译出来那个句子里面的 哪一个字会有关联 OK 好 所以你必须要先找出什么 在你同一个句子里面 哪些字之间的相关性 或是做这个pairing OK 变成一组一组的相对的东西出来以后 我才有办法去对应到后面的 那个翻译的部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这个 这里面我们在做这个self-attention的时候 你会做很多的运算 大量的运算 好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来了 你的input进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做 当然先要做embedding 你的字 你的这些句子 你是不是要先转换成向量 可是里面又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来了 就是我们在一个句子里面 所有的字如果只是单纯做attention的时候 它会发生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些字的前后顺序是什么 所以呢 你要弄一个东西叫positional encoding 什么叫positional encoding呢 就是我所有字词的顺序 那个order 我必须要把它留下来 OK 好 那因为这个会关联到整个句子的意思 会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positional encoding 的东西 待会还会再讲 那完以后 这个组成的一组东西 才是我要丢进来做的运算 OK 所以这跟我们过去rn的情况不一样 rn基本上我们只要做完 word embedding 就OK了 后面这边我们根本不去管那个coding 不是去能用coding的部分 那你丢进来以后的部分呢 这边有个add and norm add and norm 做什么 它就是在做resisure network的事情 resnet的东西 OK 好 我们大概可以再解释一下resnet的概念 然后这样子做完 最后算到最后算完结果 这样子算完以后 我们做n次 你要做n次 这样子的东西做过n次以后 我在wait到decoder这边来 那我到decoder这边来的时候 这边decoder的部分 它有个mask的部分在这里 这mask的概念是什么 我简单先讲一下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去 要去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句子出来的时候 那如果你现在做training过程里面 你后面的这些个字 OK 如果你还没有碰到 OK 那这些个future data 我们叫future data 就是未来这些 这些个资料 它是不是不应该产生影响 我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如果你现在不是用一个 一个 一个 一篇文章 或是你翻一个句子 你就用股票来看好 好 那你现在要去预测未来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资料的部分 那你未来资料也假定 也已经已经有了 OK 好你现在就做training 对不对 你现在用过去的这 那个比如说好上个月的 这个什么股票历史 历史这些资料 你要去预测这个月里面的历史资料 假设这些资料 你也有 好那这些东西的话 你两个都是有的东西 可是问题在预测的过程里面 你还没有到的地方 你是不是那些东西不能 take into account 你不能摆进来算 对不对 suppose那是未知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你是怎么 一个往 一直往后推 好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未来这些资料 你不能丢进来算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把它给遮起来 这就是那个Mask Multi-Head Attention的概念 OK 那你问题是你怎么做 这部分你要怎么做 OK 那同样的这边一样 还是用Resigual Narred的部分算 Beat forward的话 实际上就算到后面了 那我就是怎么样 去做出来 最后运算出来 那个预测值的结果 那这边也还是用Resigual 那最后出去的时候 就是我的Output probability的部分 所以 这一个部分就是Decoded 那你看这个Decoded部分 也做NC OK 好那关键就在这里 Multi-Head Attention 是什么东西 OK 好 那这个Resigual Network 这个概念是 它是在怎么做运算 那这些东西 就是它的Detailed部分 好那这样好了 我们因为 中间一直没有休息 好 今天8点29分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到8点40分 然后待会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再回来看 这里面的 特别的 特别的这些一个细节的部分 是什么 然后Self-Attention的概念 跟大家做介绍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OK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架构在这里 那这个架构实际上 从前面一步 这个进来 你看它分成两个部分 这个 这是Encoded Decoded 那我们用 OK 我用它这个 这就是先前那本书 那这是旧的那个版本 今年年初的版本 那我们来看几个东西 这是刚刚那个架构 OK 整个运算过程里面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当然是前面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另外一个就是 Multi-Head Attention 这个概念 OK 那这个东西在算什么东西 那我们待会 简单的 我们再介绍一下 但这里面 其中提到一个东西 叫Self-Attention 那这个在哪里呢 在它这里面 它有个描述 再往前 好 我就用它这个 这个书来当做这个 今天的这个 quadpoint部分 就从这里开始 15.5节 Transformer 那基本上来讲 它这边讲 The Transformer Model is a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OK 基本上它还是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但是它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 Attention 在Encoder as well as Decoder 所以它在它的 Encoder 跟Decoder里面 它已经不再用 RN的架构了 它就是纯粹用 Attention OK 好 那问题就在这里了 它说 That's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RNs OK 那它底下就是在解释 它怎么做 那它这个 它应该用在哪里呢 就介绍一下它用的地方 比如这些Machine Translation Constituancy Parsing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句法做一些分析 比如说字词之间做分析 那Music Generation 这没有问题 Protein Sequence Generation 包括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的那个蛋白 蛋白子那个序列的那个 它那个产生的部分 那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这个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用这个 Transformer来处理 所以它可以用的非常广泛 那这边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Self-Attention OK 那这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整个的架构实际上就是用 Self-Attention 来处理的 OK 那 我们简单看一下 其实这边有句话 我记得它有一句话 后面看来在说 我现在突然间想一下 想不下来在哪里 OK Anyway 我们之前谈一个东西叫 Self-Attention 什么东西叫Self-Attention Self-Attention 它的基本上的架构的概念是什么 Self-Attention的架构概念是什么 实际上它并不是 就是 跟别人去做Self-Attention 就是做Attention 它就自己跟自己 OK 它底下这边 举了一个例子 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在这里 OK 我们就看这段话 它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考虑 Consider translating the English sentence 我要 我要 这个翻译 一句英文 那这句英文呢 在这里 The animal didn't cross the street because it was too tired OK 好 那我要把这句英文 转换成法文 那这里面呢 很清楚的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it在这里 这是一个pronoun 是一个代名词 那问题是 这个it 会跟谁有关系 它说跟 the animal 有关系 为什么 从整个句子里面 因为说这个动物它怎么样 这个它无法这个 这个怎么 这个 这个横过这个街道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累了 所以这个it 指的是 the animal 但是如果 你把这个句子稍微改一下 OK slightly different English sentence 比如这个sentence 变成这个 the animal didn't cross the street because it was too wide OK 它为什么没有 过这个马路呢 因为这个马路太宽了 OK 那这个时候 这个it 指的是谁 是不是the street right 所以这个时候 它说 it not refer to the street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to generate a pronoun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什么代名词 of the correct gender 就是in French we need to solve the co-reference resolution problem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在我们那个 法文里面 有阴性阳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有一些贯词 所有的东西要加上去 或者这个字 它本身有阴性 跟阳性的时候 那你在那个翻译上的时候 又有很多的问题在这里 所以你在翻译上 法文的时候实际上 还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来的呢 这个it 如果在这两句话里面 它代表在那个 跟自己 它这个句子里面 跟它关联到那些名词的部分 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 先找出来 这个it到底是指的是前面的 这个animal 还是后面这个street 对不对 那你把这里面的字 去跟里面它 其他的字之间去找这个attention 这些attention的关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叫self-attention 好 那这边这个图 15.17 就是上面这个图 上面这个图 上面这个图里面 跟其他这些字去关联的时候 谁关联 谁的attention最高 是the animal 反过来 这是因为后面这边 too tired ok 如果是too wide 所以it会关联到street ok 好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所以这个是illustrating how encoded self-attention for the word it depending on the input context 所以你的输入进来的 这些个上下文的部分 实际上会怎么样 会影响到这个it 这个代名词会关联到 是它的attention 会关联到哪一个 好 那这个会影响到什么 你最后 你后面在翻译句子的时候 那个it ok 它会关联的部分 ok 比如刚才提到bub的部分 好 那现在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我们回到刚刚先前的这个架构 他刚刚先前讲到 我现在这样 我还是听到在这里 ok 我们刚才看到这整个架构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架构的部分 ok 好 我们直接切换到那个 ok 就是这个encoder里面 实际上我们计算的 不是计算跟这个output之间的attention 我们只有计算input自己本身的self attention 在这里面 好 那有一个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来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你进来以后 这边有个motorheadattention ok 那这个motorheadattention 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往后面看 好 那这里呢 show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去计算这个motorheadattention的时候 接下来这里 我们有个问题来 什么问题来呢 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IT人在解问题的时候 那个所有的权重值 基本上你都是 因为你不知道最后那权重值是什么 所以你是不是用随机的方式给 好 那你随机方式给的时候呢 这就是产生一个问题的什么东西 我前面这个embedding的部分进来了 ok 待会我们会讲的position encoding 那你进来的时候 我丢进来的时候 我未进来 好 那我未进来的时候 我要怎么算 那你现在要做self attention 那我是不是还是一样有 key value跟query的部分 那query是什么 好像说我query it 那it的部分是不是跟其他的key 去做计算attention ok好 那我这边就有v,k,q 这三个东西丢进来 那你这个三个东西丢进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如果我只是算 这个linear 实际上就我们现在讲 那个submission的部分 那你就是个别算完以后 然后我去计算一个scale 这个scale.product 这个scale.product 就是一个简化版的那个什么 我们在求那个neural network的部分 好 那你就反正基本上就在讲 你就像这些neural network的东西在那里做计算 那我在计算过程里面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我算出来这个一组东西出来了 然后我把这边各自算出来的结果 怎么样 我把concat 不是concat 我这边算出来的结果 我只有一组东西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最后的话 从这边出去算完再算linear 再计算出去 可是这边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那你这里面给的这些个参数 你这里面给的这些linear 这都是在做那些都是wait 这里面都是一些权重值在这里面 那我们怎么开始怎么给 是不是随机给 好 那问题你随机给的结果出来 哇 这个效果好不好 不知道 于是呢 他们想到一招 哪一招呢 我用个multi hat attention 如果这个算出来一个 这叫一个hat 那么我多个hat在这里 我算出来的结果 我再把它做什么 concatenate 然后再去做0年 后面的运算 那他们就发觉到这个效果呢 会比较好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 其实我们换一个 一个类比的概念来看 就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大家想想看 你在做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时候 假定一个手写数字的一个影像 进来的时候 好比说一个6 我们说那个hand digits 那个部分 handwritten digits 那个image进来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做 你是不是会给他 比如说32 filters 你给他32 filters 我们知道一个filter 如果扣上去算的话 你会算出一个channel的资料量 一个channel的feature map 但是你放了32个filter 你会做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产生32张feature map 那就相当于说 你那个feature map 有32个channel 32 channels 来 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这边也是一样 那我们有个问题来了 你为什么在做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的时候 你会放32个filter上去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单独一个filter 去做运算的时候 你一刚开始那些里面的weight 那里面全重值 你是随机给的 我要那个随机给的 给的对不对 给的好不好 不知道 那我基本上我要做filter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把最有效的资讯抽出来 对不对 比如一个手写数字6 它在那个笔画带到过的那些个pixel的部分 那那些个pixel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它的特征的部分 那我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能够把 那个6的那些个特征的部分 能够有效的抽取出来 那我抽一次抽的好不好 那些全重值 over ok 我很可能不是很好 那我干脆做32组不同的future 那我抽出来32个channel的资料出来 然后我再做运算 我一次一次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最终的结果 会把最有效的资讯全部抽取出来 然后之后我再做back propagation 我来调教这里面参数 让它怎样 最佳话 让我每次的预测的准确度能够提升 这边是同一个概念 在这边的话 不是multi channel 这边是multi hat 那也就是说 我同样的道理 因为我不知道 我这里面该怎么取 那刚才我取一组 两组三组 我后来就干出怎么样 我取多组 所以你取多组 出来结果以后怎么样 我再把它concate起来 之后再做 后面再做submission 再做运算 也就是说 后面这边继续下去做运算 好 那问题就在这里面 你做了什么 这边这个scale.product attention 你做了什么 你做了实际上 先把q跟k的部分做 什么matric multiplication 对不对 是不是做矩阵的 运算 相乘 之后scale它 为什么scale 为什么scale 因为其实没有看过 就除上根号d 对不对 这就是scale的部分 那个d是什么 就是它的dimension dimensionality 它的维度 那你除上 那个根号d以后的结果 那接下来呢 这边有个mask 那这边是这个option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这边 需要做max 这边不需要做mask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在哪里 你现在的这个部分是在 我们现在是讲的 左边这个 不是右边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是 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里面的话 你不需要做mask 好 那后面这边 接下来就是softmax ok softmax完以后 再把这个结果去做 matric multiplication 一个问题来了 那这边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边做完softmax 以后还要做 matric multiplication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前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运算过程里面 你是不是最后算完这个softmax以后 会得到这alpha ij 之后 你是不是还要在这边 再跟这个value的部分 去做什么 做运算 才会得到这个context vector 好 实际上我们在做的 实际上就做 对不起 OK 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这个整个架构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过程 那这个呢 就是每一个head里面 在做的scaled dark product attention部分 好 这样做完 我们把context串接起来 然后我们再做 这个linear model的部分 好 那这个呢实际上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multihead 右手 大家先不看右手边这个 先看左手边这个 就是这个部分 就这个部分 OK 好 那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add and norm 这add and norm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 OK 我应该看这个图里面 好 就在这边这句话 它说 a transform as a sequence to sequence model that uses a self-attention for the encoder and decoder rather than an rn OK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用的是self-attention 自己跟自己做attention 好 那the encoder uses a series of residual block 这边提到的这个东西叫 residual block 这residual block 实际上是什么东西 就是刚刚你看到那个add and norm的部分 OK OK 那 each of which uses multi-headed attention 那multi-headed attention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部分 and the layer normalization OK 那这里面的话实际上 你也可以做那个batch normalization部分 OK 那这个就是那个layer normalization部分 OK 因为我们这个batch normalization 实际上指的是什么 是你每一层里面去做那个layer 那一层那个layer里面的那个什么normalization 那each block z等于f can be defined as follows 所以这里面它做两个东西 这一个layer norm部分 那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我们在做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运算 这个在做那个linear model 对不对 那就是做activation function 对不对 后面加上这x' 这x'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那个进来的那个input部分 那就是说我这一层里面 然后画一下 OK 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 我现在假定有一个layer在这里 ok 我现在做运算 好 我现在进来 那进来这个地方假定是 inputs x' 好 那x'是不是计算完以后 这边会有一个输出出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输出出去的话 是不是要到下一个layer ok 好 这个是到下一个layer去了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当我这个x'进来以后 这边输出出来 假定我们叫好叫a好了 那这个x' 如果绕过去 同时 把跟这个a算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里面 刚刚算的是不是就是linear model linear model 叫activation function 这算完以后 再加过来 那是不是就是刚刚你刚才看到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就是这个 这个假定是a部分 是不是再加上x'部分 然后你这边再做bash model 好 那这个x'的计算方式 就是multi-head attention x 再加x部分 好 那 这个架构实际上讲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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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那个框框里面 他做那个画的部分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我们回到这里来 这个架构我们有个名称叫residual ok 通常这个我们叫residual network 我叫residual net 这个residual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用在哪里呢 本来他们在做影像处理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在做那个那个那个影像处理 那个那个竞赛的时候 你会放在哪里呢 residual network 他后来可以放到一百多层 那他概念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他原来的想法是这样 这个是最早是那个 Microsoft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微软亚洲研究院里面 几个年轻的那个学者他们弄出来的 他们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在做运算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怎么样 你会放很多layer进去 layer越方越多的时候 赵大雨说深度学习 应该layer越方越多越好 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你到底可以放到几层 你不可能无限制的放下去了 那我到底放到几层之后 我后面不能再放 OK 为什么 因为你很可能怎么样 那个gradient就会消失掉了 我们知道你在做backpropagation的时候 你是靠那个gradient 你是靠那个gradient 去帮你做调校那个什么 去找那个minimum cost 或者minimum loss的地方 那问题是你现在回头找的时候 如果你的gradient等于0 你那时候或去经营领域很小的时候 你就收率越来越慢 或甚至就调不动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OK 好 那我们这样好了 那你到底可以放几层 那于是呢 他们就想到一招 哪一招呢 简单 我干脆把这个x' 位过来 就是a加上x' 我开始位进去 然后我再计算 往后面再做计算的时候 我再往后面计算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假定算算 结果是a' 对不对 我这个时候算算a' 好 那我算出来的结果 如果这边算出来的结果 跟这边算出来的结果 或者说这边算出来的结果 跟这边算出来的结果 跟这边算出来的结果 没有差别 OK 那是不是代表 我再加更多layer 都没有用 那后来他们发觉到 用这个方式去做 用算的时候 它的效能还可以再提升 就是后来他们发觉到一个问题 好 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这个跟二者之间相差 那是不是就是那个 residual的概念就出来了 残差的概念就出来了 那就是说它一个简单的一个判定的方式 就在这里 同样的道理 这边它就用到那个 residual的概念来解这个问题 OK 好 所以 对不起 所以 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是为什么讲到 residual blocks 原因就在这里 那这个residual blocks 实际上 其实 我们一般来讲 它有加速运算的效能 OK 所以 基本上它就用了这个 运算的原因就在这里 那 后面这边的话 是你算完以后呢 fit forward 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 forward provocation 那你后面直接算完 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出来 然后 我们利用这个概念 它又再做一次这个residual 好 那 一个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来了 我们先前谈到一个东西叫 self-attention self-attention self-attention里面讲到一个概念 是什么东西呢 是把那个it跟前面的那个 比如说the street 或是那个什么 the animal 去关联在一起 那 那 为什么我们这边 要做ent 它就是把 比如说我一个字跟一个字之间 去做pairing 那 同样的 我可以把一个词跟一个词 再去做pairing 那 这个ent的动作在这边 在做什么东西 它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 它把所有的字跟词 一次又一次去做 去做这些pairing OK OK 目的在做什么 目的就是找他们互相之间 那个attention之间的关系 去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这边得到最后得到的结果 我把input进来 作为这边的 这边的这个multihead attention input 然后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底下这块 这块是什么东西 这块是从我的output output是什么 那是不是翻译出来的结果 比如这边是English sentence 这边是French sentence 那这边French sentence 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我从这边也可以去怎么 做这些self-attention的部分 做计算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这边用到一个叫mask multiheadattention 好,那我们推到前面看一下 ok ok 他说 to use self-attention in a generated model 什么是generated model generated model是什么 这一部分叫generated model 好,也就是说你要用在上面decoding这一块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产生这个句子出来的嘛 对不对 好,你要用在这一块 那说穿着是就decoded的部分 好,那你现在要用到decoded部分的时候 就是这个generated model so we need to use a modified version of attention 所以呢,我们要modify它 那modify的问题在哪里呢 这边叫mask attention to ensure we only look at output valu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generated 那就是说我们只看什么东西 已经产生的部分 那就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还没有碰到的部分 ok 我们不去touch它 这就像什么东西 你的股票嘛 对不对 你未来的部分 你现在要去拿那什么 两个不同时段的股票 你要去什么 去你现在产生一个预测的一个一段的结果 那你是不是 比如说我拿这个月 当做我的那个什么 一个对照的那个target的部分 好,那你是拿过去的部分来做用算 那在还没有产生之前 那我不会用未来的资料怎么样 来未经来做用算 ok 好,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再强调time series 资料 你不会用convolution的概念去想这个问题 那所以按照这样子一个问题来的时候 那你还没用到的部分怎么办 你就要想办法去把 追起来 好,那这个就是先前我们有提到的这个概念 那这边的话它特别提到一些事情 那你怎么做这些事情呢 我说we can we can implement mass attention by setting the corresponding inputs to the software to a large negative numbers 那就是说你还没有用到的部分怎么样 应该很大的一个负值在那边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就是它的一个处理方式 好,那这个detail的部分你要看一下数学的部分 好,那multi-headed attention的部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 那这边刚才有个东西没有提到就是最前面的positional encoding positional encoding里面它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positional embedding 这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们知道你一个字基本上你没有办法直接来处理 你一定要把它转成一个vector 当你要转成vector的过程 OK,那实际上我们在做那个attention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那个字的前后关系 你不知道 你只是去一对一直去做那个attention而已 那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字的前后关系 那order也这么重要 很重要啊 那于是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这边特别讲了一句话在这里 他说 the performance ofvenena self-attention 什么叫venena 原来就是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这些self-attention的话 就是一个字去跟他前后去做attention的运算 can be low since attention is a permutation invariant OK 基本上来讲 这个我们没有查看到它那个什么 那个排列的部分 那hance ignores the input word order 所以他会怎么样 你忽略掉它那个字 那个前后关系 好那这样 你怎么去overcome这个关系呢 那于是呢 我们就concatenate concatenate就是串接 串接什么东西 你把你原来的word embedding的部分 直接跟他那个positional OK 的那个embedding 我把他那个每个字的那个次序 跟你 这里面的那个word embedding 那个什么 那个相量的部分怎么样 让他串接起来 那这样我就有这个information 那也就是说后面他在做那个k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qkv的那个运算的时候 实际上他在做那个运算 他并不是单单只是做一般的 keyword的那个运算而已 他还把这个positional embedding 更不可以一起放进来做运算的 OK 好那这边呢 他就说提到positional encoding的概念 那这有一个问题来了 你要做这个positional encoding的时候 他不介意你用这个直接用log 以二为底去做运算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运算里面的时候 他他这边提到另外一个alternative的一个relementation 他用了一组基底函数 basis function 那这组基底函数实际上就是sine跟cosine 所以他们是一个什么 OK 他们是一个什么 他们是一个正交函数 orthogonal的那个function 对不对 所以他特别讲到了 d is the number of basis function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里面我们取到这个d OK 你取多少个基底函数 你来怎么样 来做运算这个positional encoding的这个vector OK 那这个东西在做运算的时候呢 这个数学部分 你自己看 实际上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 你在看到这个东西 OK 那整体上来讲的时候 他算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 好 那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做了这么多东西 他的目的在哪里 实际上就是他整个的运算效能 这底下就是他那个做运算效能出来的结果 那这边这个self-attention指的就是 我现在用transformer的那个出来的结果 那他跟谁去做比较呢 他跟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跟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去做了一个比较 所以在运算的效能上来讲的时候 因为他 只要看一次就好 only look at 就像 only look at once OK 你只看一次嘛 OK 好 那个 所以你基本上在运算上来讲的时候 整体上的运算效能变好了 其实我们现在想想想看 你先前在做rn的时候 你现在在做rn的运算的时候 你想想看sequence to sequence 你底下假定这样好了 你有m个字 上面有m个字 那你在做那个运算的时候 attention运算的时候 你是entering m 对不对 因为从rn的角度来看 但是你现在如果从self attention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整个句子一次出来了 所以你在运算上来的时候 你不需要讲证 一个一个再去做 做运算做比对 所以在运算上的效能来讲 它会比较好 OK 那这个后面他通常 因为那个有个图表 那个这边没有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做个比较 好 所以这边这几个架构里面 我们看到刚刚先前说过了 这跟我们先前很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 第一个 我们以前一般基本上 做word embedding的时候 就是做完word embedding就算了 这边他多了一个东西 叫positional encoding 那他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以后 OK 他去算里面那个 那个什么 QKV的部分 就是算attention的部分 那这个attention的部分 在计算过程里面 他只有计算self attention 所以他并没有去管什么 他的output那个部分 OK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运算 过程里面 这个multihead attention的部分 只有做什么 这个 这个 这边这个scale的 那个什么 dup product部分 那自己跟自己在做运算 那运算完以后的结果呢 我们用 还用到一些residual 跟那个batch norm的概念去处理 那这边 这个就是我的encoder的部分 那后面这个decoder部分呢 实际上 那 在这里我们才开始进来什么东西 我们的output的这个 这个 出出的sequence部分 我们丢进来跟它计算 所以这边基本上 在计算的过程里面 我们串接两个部分 一个是你input的东西进来 一个是你output的东西进来 我们把这两个串接在一起 然后来做运算 OK 那最后出来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的output的probabilities OK 那这个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soft max 那我来做什么 实际上做运算 那个判断 那个翻译 那个到底是 应该是哪一个字 做运算做速度吗 所以整个运算效能来讲的话 基本上这个效能会比 先前的rn算出来的效果来得好 OK 好 那我们在 因为你在运算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像先前 那个convolution 概念一样 你把最有效的资讯 抽取出来 我们现在讲到 rn最头痛的问题在哪里 是因为你算到最后的时候 只有一个hidden state 那个hidden state 哪里做convex vector 那你现在情况不一样 你是不是把 你所有的这些个句子里面的 所有的这些字词 包括你的input output 实际上 在这里一次丢进来做 运算 OK 所以你在运算的效能上来讲 会比你单独只是用先前的rn 或者是单独用attention的效果更好 那这个架构基本上就是transformant的 它的基本架构 好 好那我们今天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好 那再说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那个程式的部分 OK这个地方有几个东西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你回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其实一直有一篇文章一直没有跟大家介绍 好 好 就这个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这一篇东西 好 这一篇东西你可以下载下来看 实际上所有东西就 就从 大概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就从这边开始 那这是google brand他们google research他们这些个一起弄出来的一篇东西 那实际上整个的架构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所以detail的部分的话你有兴趣 其实就是刚刚这些图 OK 好我们其实刚刚可以从这边开始进来讲 好那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架构嘛 对不对 scale的那个product部分 好 那其他的部分我想 好这边有这个 这个就是刚刚先前看到那个在计算那个order的部分 好这个是效能 好那简单我讲一下这个效能 其实啊 这个这个是一般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那这个blue score的部分 好那是chaining cost 那这边的话 我们一般在比较的时候我们会看什么东西呢 你看啊这个底下的transformer这里 这边chaining cost是多少 10的18之方 那这边的话 你用这comp 这个部分 其他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GMT 这个部分去说这个运算的时候 你看这个效能是多少 10的19之方 我这个10的18之方 如果你比比较这两个的话 order差多少 是不是差10倍 至少差10倍吧 那你差10倍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我这样好了 我计算一个小时得到的结果 你可能要花10个小时才会得到 所以效能上来讲差很大 OK 好 那这边的话特别就是提到这些东西 那你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transformer attention这些概念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就在这里 好 好 那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篇 paper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讲到这些一个 这个 在这里面 这个 这个 因为他现在基本上用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torch torch text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再讲这个torch text概念 因为在这个pytorch里面 它有几个很特别的东西 一个torch text 它处理文字的东西 torch vision 它处理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话我们下次再说 好 好 那 那后面这边就开始run 这个model的部分 那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好了 基本上来讲 transformer model 里面 这个是它的那个constructor的部分 那你进来以后呢 你看这边有一个positional encoding positional encoding 这是我们刚刚在那个什么地方进来的时候 在那个encoder刚刚进来的地方 我们有那个positional encoding的部分 OK 好 那它这边还用到dropout 好 那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就是transformer encode encoder layer 那这个是它设计的 这要查一下 那我们后面这个地方 其他的部分还有什么特别的 那我看一下 哦 这边有一个initial weights 这就是我现在跟大家讲的 因为你在计算一些linearmodel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不管是k,q,v 你在做linearmodel的时候 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给它出时值 那 这个如果说你在过去你用keros 或者是这种计算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不会做这种事 但你在tensflow里面 你在这个pytorch里面 我们通常都会要去设定 这些一个出时的这个weight OK 那有时候你可能全部给0 有时候全部给1 可能给0.5什么的 OK 就看你的那个设定状况来定 好 那后面这边的话 这个就是计算那个forward propagation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的 那在这里面forward propagation的时候 我们在做运算过程里面 那前面这个encoder encoder在哪里 encoder就在这里 OK 所以encoder在做什么 word invalid 就是把你那个什么 你的那些word 就是它这边写的token 是要转成什么东西 转成那个vector的部分 对不对 好 那像这些东西 那这个都是实际上 我们下礼拜再讲它的概念 那后面这边部分的话 就是做 讲position encoding的部分 刚才提到的 好 然后就是transform 里面这个应该做 那个 里面那个multi-hat部分 一定算 好 OK 那 这个就是单独讲 position encoding的那个 那个类别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后面 看到在说 那 还有些什么特别 要讲的 这是讲单 data processing部分 这边实际上 应该就是做 那个tokenizer 因为我们所谓tokenization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现在比如说 一个句子在这里 我怎么去把 那个字断出来 断字 比如说 英文字很好断 对不对 就是空格到空格之间 是一个字 一个token OK 但是我们的token 也可以变成一个词 对不对 你也可以怎么样 变成一个句子 OK 那就看你怎么去定义 这个token的部分 那我们最简单的定义方式 就是定义它是一个word 那它还有更简单 更low level 就是一个character 好 那 这边的话基本上 就在做这些断字 断词的部分 好 那 这边做batchify batchify 可能就是做p次 你一次几笔资料 就对面去算 OK 那这些部分应该 这个应该还好 这没什么特别的 好 那后面这边run the model 的部分 这边开始就是自行model 它一样 它要做backpropriation 还是SGD的部分 会有 那这边指的是lending rate OK 好 那这个lending rate的部分的话 它设定的应该 它是有 应该那个什么 它就是adaptive的一个lending 它有设定一个scheduler 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因为 你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它反正不准 我们让它那个步伐大一点 那到越往后面的时候 我们让它怎么样 步伐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能够更快的找到 那个最低点的部分 那这个是跟效能有关系 好 那后面这个training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根据前面的部分做运算 你看大概就是这样 这evaluate就是后面做那个 我们计算那个model evaluation的部分 好 那 看它那个计算它那个performance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因为这个整个架构里面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notahead 你就是计算那个model ahead部分 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个residual的部分 刚好没有看到residual的部分 OK 就是addendnorm的部分 那之后的话 后面大概就做一个linear model OK 然后做softmax 实际上 如果你把它拆解开来 其实也不会太复杂 OK 但是如果你把它摆在一起 就看起来好像很多东西很复杂的感觉 好 那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OK 好 我们今天大概 把一些观念跟大家做介绍了 好 那就是那接下来的话 后面就是几个东西 我们大概下礼拜会run的东西 就是接下来这几个 那这个我们大概下礼拜再稍微讲一下 就是这几个NLP的部分 我们大概先待一下 好 那晚还有时间的话 后面还有这些东西 这些部分 我们再跟大家做介绍 就是 完全针对 针对那个什么 那个程式的部分 好 我们来 来 整个看一下这个PyTorch 怎么去implement这些东西 好 我们大概今天的时间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这个部分有没有问题 你们很可能回去的时候 就是那几篇PyTorch 你需要的话 回去大概review一下 好 那 刚刚先前提到这一篇东西的话 你可以 可以花点时间看一下 就是这个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OK 好 今天大概时间也差不多 那我们还有一次的 这个月还有一次的那个什么 meeting meeting完以后呢 我再看一看 因为接下来的话 学校开学 然后然后业界这边有课程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一下 哪几个晚上 我们要有空 我们再安排时间 然后我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先前的这些部分 有些东西不够完 基本上就不完整 两个小时不可能讲太多东西 我们可能一点一点把它补上去 然后这是一个做法 那另外的话可能就是 接下来我上次那个Caggle的 那个in-class competition 那后来我想了一下 觉得我上次讲的那个方法太笼统 可能有些人可能抓不到重点 那所以呢 我还是弄一个比赛出来 我到时候还是会弄一个比赛出来 就是至少大家知道 也要先follow一下 然后之后你知道 我希望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再来做那个第二个题目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那原则上的话就是 今天的我们的部分 我们先接到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Ana已经跟我说谢谢了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今天课程先到这里 那我们礼拜五的时间呢 原则上就是 run一下程式的部分 然后等于是review今天的部分 然后就是理论跟实际实物的东西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就对了 OK 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礼拜五见 OK 好 好 感谢观看